大家都相當關心百果樹紅磚屋的去留消息 而現在縣府一年編列98萬元的補助黃大宇兒童劇團 來經營百果樹紅磚屋 但遭到議員質疑有獨厚劇團之嫌 而在105年補助預算也遭到議會的刪除 此事引起輿論誇然 主持議事的議長陳文昌表示 對當時沒有守住預算感到自責 並且尋求民間友人的贊助 找到了270萬元的經費 要來補助紅磚屋 宜蘭丢丢黨廣場的白果樹紅磚屋 有名作家黃春明創辦的黃大宇兒童劇團經營 不過因為被縣議員質疑 紅磚屋與縣府之間的合約是不平等條約 還送正風處調查 讓黃春明覺得辛苦經營益文的苦心被踐踏 又加上租約年底到期 因此決定席登不再續約 之後議會也刪除紅磚屋 105年度90萬元的補助 此事引起輿論嘩然 紛紛表態力挺紅春明 議長陳文昌對於這後續效應史料未及 自責沒有守住預算 一百塊五年度有關紅磚屋這個預算 讓議員跟他刪除掉 我站在議員官的議長立場 因為處理後不透動不適當 應該由我個人來扶全部的決定 這樣造成文化改靈的失望 黃沈銘老師的困擾 個人身表不安以歉意 議長這個預算被刪的事情 這種引起的社會懷孕 你料想得到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真的當初是沒想到啦 其實是沒想到 因為特別是要為了一百塊五年度 這麼大兩百頁的預算 要讓他順利通過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做一個討協 當然國政黨都有不同的意見 個人處理也沒有討論 對社會個人來表示不欠 預算刪除民間發起募資 要留下紅磚屋 議長陳文昌的民間企業友人 也透過議長表明 要一次提供兩百七十萬元 等同於紅磚屋三年補助 讓黃老師繼續深耕故鄉 因為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社會議論發展 我有跟特別的館長也有參加 我特別跟陳豪博 丹豪 表立委來參加 之前我才會參加 朋友就馬上說 後議員你一遍 一遍就成立三年的經費 因為一年是九十萬元 冠軍會變成九十萬元 所以一遍成立三年 就是兩百七十萬元的經費 這個民間的幽靈 要來成立 要來處理就對了 希望可以轉役來 衛留 黃聖明 老師及 這個白國師團隊 可以一本過去 對台灣文學 對鄉土教育 對本土文化 這個貢獻 紅專屋今天舉行習登告別趴 而管理單位 也由縣府公立處 移轉給文化局負責後續規劃 以來市有記者黃竹漢從不到 代表